狮子座下周运势 9月30日到10月6日 事业运势 下周狮子座的事业领域将上演一场火星三分土星的华丽剧目 这不仅是挑战的号角 更是机遇的续曲 你们需要像熊士一样 展现出无比的难心与坚定的决心 面对工作中的种种事物 游刃有余的穿梭期间 记住 每一个挑战都是铸就王者之路的基石 而太阳与水星的甜蜜和香 更是为你们的沟通与表达能力添上了翅膀 无论是与同事的默契配合 还是与合作伙伴的战略联盟 都能让你们的话语如师伙伴震撼人心 精准传达每一个意图与愿景 抓住机遇 灵活应变 让荣耀的旗帜在你们的职场舞台上高高飘扬 财运运势 在财运的海洋力狮子座的朋友们需要扮演一位精明的船长 精心三分土星的天象 为你们的财务状况铺设了一条 即充满挑战又蕴含机遇的航道 理性规划 稳健前行 是你们此刻的座右铭 避免冲动的消费与投资 让每一分钱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谨慎而稳健的财务决策 将使你们使将财富彼岸的坚实保障 记住 狮子座的你们 天生就拥有驾驭金钱的能力 只要用心经营 并能让财富之海波澜壮阔 爱情运势 对于单身的狮子座而言 下周的爱情天空将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天称座日时与新月的连媚而至 如同天际的烟火秀 为你们的情感世界带来了无限可能与新生 这不仅是开始心恋情的绝佳时机 也是加深陷有感情 豐富美好未来的黄金时期 然而 水星四分火星的微妙影响 也可能让沟通之路略显崎岖 注意言行举止的得体与分寸 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与冲突 用爱与理解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让爱情在星空中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 健康运势 在追求荣耀与梦想的路上 狮子座的朋友们同样不能忽视健康的重要性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律的作息时间 是你们的必修可 注重身心平衡 避免过度劳累与压力堆积如山 适当的运动与放松身心的小气时刻 将是你们恢复活力 保持最佳状态的秘密武器 保持积极的心态与健康的生活习惯相辅相成 将让你们的狮王风范更加耀眼独目